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這裡是巴哈姆特電玩坊 我是豆腐 我們現在人在2016的台北電玩展 為大家帶來晉級的巨人試玩版 這次的試玩版有兩個選項 第一個是訓練模式 它主要是教你說遊戲中是怎麼操作的 那我們今天直接玩第二個實戰模式 我們可以實際上體驗到 在城鎮中跟巨人對戰的部分 那晉級的巨人是由 Coei Tecmo Games旗下的 Omega Force所製作的 Omega Force的團隊雖然很擅長製作 無雙的遊戲 但這次他有特別強調 不是無雙 因為這次主要的玩法是 立體機動裝置層上部位破壞的 戰術狩獵遊戲 那現在就是進劇情動畫的部分 目前這個關卡呢 是在 就是艾連他們第一次 第一次出陣 正式跟巨人對戰的那一個期間 那遊戲中一共會收錄 2013年的動畫版 第一季全部的內容 那它會分成一到三張 一到三張結束之後的中章呢 將會是遊戲本身的原創劇情 然後目前大家聽到呢 聲優演出也全都是邀請到 跟動畫版一樣的內容 一樣的陣容 正式開始玩囉 那我們現在呢 只要按下方塊鍵 就可以啟動我們的立體機動裝置 然後在城鎮東飛來飛去 這部分呢 相當忠實的呈現了原作中的感覺 那首先我們先跟 阿爾敏會合 我們現在操縱是艾連 然後我們要先跟阿爾敏會合 遊戲中在城鎮中呢 會出現各式各樣的士兵 那你只要接近他之後 跟他互動他就會加入你的團隊 然後這個信號彈呢 是跟你講說 那邊發生了副任務 只要參加這個副任務呢 成功達成他的目標 會得到各式各樣的好處 像是會出現補給兵啦 或者是有強力的士兵 可以加入你的隊伍 那在立體機動裝置行進的過程中 你覺得速度不夠快速的話呢 你可以按著插鍵加速 可是這個加速是會消耗你的瓦斯量表了 所以要特別注意使用的時機 那我們正式遭遇到我們的獵人了 這時候呢只要按下R1鍵 就可以進行鎖定 接著再發射我們的立體機動裝置 你可以切換你要鎖定的目標 這時候呢如果你放開你的方向鍵 他就會自動飛過去 這個時候再按下攻擊鍵 就可以攻擊你所鎖定的目標 因為巨人們唯一的弱點就是他背後的緊肉 所以我們要瞄準那個部位來進攻 是誰 我可以進去嗎 好奇喔 但是看起來 我們瓦斯用量已經快要結束了 左下角那個紅色的那個就是我們瓦斯剩下的量 那這時候呢你可以用我們的道具來補給 那底下那個刀刃一樣是會消耗的 如果使用完的話呢 就要找場地上的補給兵來進行補給 我們下一個目標點出現了 因為大部分的副目標啊 他都會有限制的時間 所以最好是快一點 我們的瓦斯除了趕路用之外啊 在跟巨人對戰的時候也是有用處的 像是如果你離巨人的目標比較遠 這時候呢你先按下衝刺加速 就可以加速他攻擊的速度 而且傷害值也會比較高 那遇上大型的巨人的時候呢 你可以先選擇攻擊他們的部位 像是把腳切斷啊 這樣他們就比較不會行動 或者是把他的手切斷的話呢 他就會比較少進行攻擊 當然最快的方法就是直接把頸肉給切下來 打倒之後就突然出現很多補給兵 通常補給兵出現的時間點都是副任務達成之後 那你也會有機會在巨人的屍體裡面發現被吃掉的士兵 では把他的話就完成來了 已經有載喔 看到鬼到了 Warriors 上次落了 打得壁 是否 是很小心 剪 mín 同伴最多一次只能攜帶四個人 修層 這次四玩版最後的魔王出現了 當遇上這種大型的敵人的時候 有時候他的耐久度 就是他緊肉耐久度 會比一般小兵還要高了很多 所以只切一次是沒辦法打擾他的 這時候就可以發動決戰的狼煙 可以號召你的同伴一起攻擊他 雖然這次的四玩中沒有展示到 不過遊戲中預計也會加入巨人化的愛連對戰的部分 所以可以體驗到跟平常操作士兵不一樣的樂趣 好 那經濟的巨人試玩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這款遊戲呢 預計會在PS4、PS3跟PSVita平台上推出 那推出的時間呢是今年的2月18號 那版中版目前還沒有確定上市期間 大家不妨繼續密切出於我們的後續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